看到范城城用筷子吃细餐 把高级餐厅的洗手水当成水果茶 我才终于明白 什么才是真正的娱乐圈抚养 在某综艺中 节目组为了感谢大家 便带着嘉宾们来到一家高级餐厅 进门后 服务员端来一盆泡着玫瑰花和柠檬片的水 可此时的范城城却一脸的疑惑 这是洗手的还是喝的 而这已经不是范城城第一次没见过世面了 之前大家一起吃饭时 服务员端上来一盘鹅肝 可范城城却再一次泛起了难 直到她吃完了所有的配菜 都没有吃到鹅肝 于是她便开口询问 周扬轻见状连忙解释 范城城听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直到她尝了一口才发现这竟然真的是鹅肝 范城城的咕肉寡闻 也遭到了其他人的嘲笑 可她却并不在意 就连吃西餐时也是全程在用筷子 这种没见过世面的行为也引起了网友的吐槽 毕竟范城城也是一个富二代 竟然连洗手水和鹅肝也没见过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对范城城而言 这世上还有比吃西餐更重要的事情 范城城从小就读于国际学校 每年的学费高达二十万 父母对她的管教也非常严格 而范城城也没有辜负父母对她的期望 年纪轻轻就讲了一口流利的外语 有一次范城城去国外录制节目 由于语言不通 大家都没有办法完成任务 只有范城城丝毫没有压力 全程与国外店员无障碍交流 之后再酿制葡萄酒的缓解 她也能将嘉宾说的话进行逐字翻译 这流利又细心的模样简直不要太帅 不仅如此 范城城也十分有才华 18岁那年就通过了钢琴12级的考试 在某节目中她就曾熟练地弹奏了一首八级钢琴曲 就连钢琴大师朗朗都忍不住对她刮目相看 此外 就连唱歌跳舞也都不在花下 不仅如此 范城城也是出了名的教养好 其他男明星不是被拍到和女星一起玩 就是被爆出新恋情 唯有范城城不是帮粉丝提携 就是帮助理撑散 甚至为了让阿姨早点回家 买下了对方所有的花 有一次 范城城和朋友一起聚会 趁着别人互相寒暄的时候 只有她注意到了角落里卖花的阿姨 并买下了所有的花 而这种善良的举动也不是范城城第一次做 当年疫情大爆发时 一位粉丝表示自己急需物资 结果晚上就收到了范城城送来的物资大礼包 里面不仅包含了十斤的大米和各种新鲜蔬菜 还有很多肉 甚至还贴心地准备了调料包 足以支撑这位粉丝度过难关 不仅如此 范城城还帮这位粉丝同一栋的老人也准备了很多物资 简直是把善良刻在了骨子里 在节目中 范城城经常受到陈伟霆的照顾 于是在陈伟霆生日当天 她特意买了一个限量版滑板 并亲自扛到了陈伟霆面前 这个举动就连一向以霸总著称的陈伟霆都感动不了 从初到开始范城城就被贴上了靠解上位的标签 可如今的她却越走越顺利 家里人给了她很高的起点 而范城城也要靠着自己的努力 才能获得如今的成就